求首富馬斯克買下社群平臺 成為推特執行長之後風波不斷 就連美國總統拜登也來補一刀 對此白宮發言人回應 拜登向來直言不諱 並非只批評推特和馬斯克 而說到新老闆馬斯克 一入主推特就大動作裁員 將近一半員工都被炒魷魚 也讓收到噩耗的人很難接受 馬斯克表示 裁員是逼不得已的選擇 因為推特光是一天就虧損 高達四百萬美元 他還強調每一位被裁員工 都拿到了三個月的資遣費 這比法律規定的還高出了百分之五十 即便如此 這位新老闆依舊被前員工提告 理由是一波波的大規模裁員 並沒有讓他們收到充分的事前通知 有讓推特聯合創辦人兼前執行長 親上火線之欠 而本來就是工作狂的 馬斯克也在幾天前的 八輪投資大會上 坦言他的工作時數 已經從每週大約七十八小時 增加到一百二十個小時 相當於每一週工作七天 每天十七個小時 隨著裁員風波依舊 公司不斷燒錢 要想讓推特步上穩定軌道 馬斯克恐怕還有的忙 三里新聞李德漢報導 你很尷尬